我们猫空这地方属于市郊 他没有外送队到这边来 客人要外带餐点也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集思广益 想了这样联合外送的一个服务 三级警戒之后 游客不上山 猫空真的空了 知名茶餐厅主厨阿医师 号召猫空七个店家 组成美食外送队 主动出集把餐点送下山 今天外送的菜 我们店应该差不多十道吧 乌龙蒜香中卷 普洱茶牛柳 还有炒泡面 炒泡面都有 因为我在金门当兵嘛 所以这个炒泡面 基本上是我们金门当兵的人 的一个回忆 去我们那个集餐点 我们各店家做好的餐点 会集中在一个店家 然后再来分担 不好意思 你是最早到的吗 没有 那个猫空咸最早到 好 你先放 来 这一家是 这一家叫正大茶园 冰鸡腿 茶香鱼片 还有高理菜 理事长提出这个概念 一开始就赞成了 因为现在没有生计 快活不下去 猫空就是他其实 离市区还是有一段距离 民众不一定会想要上山外带回家 所以刚好就是他提出这个 外送服务 然后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们猫空本来就是一个大群体 那每一家都有很多特色菜 能够集合这些特色我觉得很有意思 团体这样让我们觉得大家 一起在做一件事情一起奋斗 然后不会觉得你好像很孤单的 一个人在家里防疫啊什么的 对 不会孤军奋战就是很好 这个感觉真的很好 七家餐厅联合上菜 端出55道特色料理 接了单再联合外送 集众人的力量 杀出一条生路 不好意思你自己也监外送员 对啊 谁有空谁就送这样子 靠我一个人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正常来讲是竞争者 现在是打团体这样的合作伙伴 猫空美食外送队 團结力量很大 加油 加油